习近平即将国事访问塔吉克斯坦更多的消息 立刻连线人已经在杜上别采访的现场特派记者尹丽 尹丽你好 请告诉我们习近平这次访问塔吉克斯坦期间有哪些重点的行程 你在现场还掌握到哪些消息 好的那我现在呢就在塔吉克斯坦的首都杜上别 因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荷蒙的邀请 习近平主席将开启对塔吉克斯坦的国事访问 我身后的大楼呢就是塔吉克斯坦的议会大楼 也是此次国事访问的其中一个地方 那根据塔坊公布的消息 习近平在完成对哈萨克斯坦的国事访问后 预计将于当地时间的八点多抵达塔吉克斯坦首都杜上别 那整体的行程安排呢计划大部分是在五号 包括塔坊会为习近平举行欢迎仪式 中塔两国元首将举行小规模的会晤 以及两国大范围的会谈 那在访问后预计还将签署一系列文件 此外呢两国领导人将发表一份联合声明 主要是有关中国和塔吉克斯坦 对进一步发展双边关系 以及地区和国际议程问题的态度 但我们知道中国和塔吉克斯坦呢 是于1992年建交 至今是已经有30多年 两国的关系也非常密切 首先呢两国在涉及彼此的核心利益 和重大问题上是相互坚定支持 体现出高度战略互信 特别是当下国际形势变乱交织 两国元首明确了构建命运共同体的奋斗目标 为双边关系指明了方向 另外一个重要方面呢则是经贸合作 目前呢中国是塔吉克斯坦经济的最大投资国 塔吉克斯坦是有四个国家战略目标 那分别是实现能源独立 克服通讯障碍 确保粮食安全 以及加速国家工业化 可以说中国与塔吉克斯坦 通过一系列大型联合项目的实施 为塔坊实现战略目标 做出了重大贡献 特别是在基础设施建设 教育和文化等领域 那我们呢也相信 在两国元首的战略引领下 中塔两国的关系将更加快速的发展 我们呢也将持续跟进 习近平主席的此次访问 主播 好谢谢影力来自当地 我们做了连线报道